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欧盟方面在制裁当中的一个表现 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帅到达了这个基辅 声称要帮乌克兰组建这个改革小组 尽快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 那您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乌克兰会火线入盟吗 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加入欧盟的话 它至少需要三道程序 就乌克兰必须跟27国家分别进行三次的这种谈判 如果说哪一个国家不成的话 那乌克兰入盟的这种诉求是不可能的 但现在来看的话 欧盟现在有一种超越就是入盟的这种诉求 它更多的带有政治色彩 你比方说冯德莱恩他在整个一个基辅访问过程当中 甚至还给泽连斯基提供了一个问卷 就是说在入盟之前他必须要做的一个手续 先把这个问卷打完了以后 那么再走下一个程序 所以现在走上了快车道 应该说它已经是一种政治方面的操作 它不单单是要把乌克兰拉到欧盟的问题 所以现在欧盟领导人到基辅访问 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刷存在感 那么因为欧盟长期以来 也希望成为第七事务当中的一个主角 一级世界的一级 所以他现在显现出来 应该是这样一个表现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支持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整个一个欧洲的势力范围 除了北约的东扩以外 欧盟其实也在东扩 就是挤压俄罗斯在欧洲地区的空间 它是双轨的 一个是军事的 一个是经济的 所以现在欧盟加快对乌克兰吸纳的过程 应该说也是他本身东扩的这个需要 各方都有各自的小算盘 非常感谢滕先生 今天为我们做的分析解读 谢谢